把這個處弄出來後 結果跟原本的工作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做任何的一個 的權力的轉移 或是一些細部的規劃 那其實跟原本現在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就是多一個處長 下一位先吳衛達議員 謝謝主席 剛剛有議員提到這個農地工廠的問題 我一樣請處長回答 我覺得換個說法 你可不可以先來講解一下 納館的目的 為什麼二零六年五二零以後的工廠要斷水斷電 請處長 來處長 盈利 劉處長 謝謝主席 謝謝吳衛援對我們衛東區工廠的一個關心 這個是配合公股法的一個修正 那當時 目的整個最原始的 我們當然知道說要依法行政 要依法行政 那工夫法為什麼要這樣設定 其實工夫法裡面它的利益良善 它就是一個就地輔導 但是它的時間點的定定 它並不是以法規發布的時間為執行的時間點 沒有我想我想我想 而是它切出了105年5月20號這個時間點 所以在法規在109年當時發布的時候 事實上人並不曉得說你是從105年5月20號開始起算了 這是沒有人可以去掌握 當然舊的數量那麼多好幾萬家 它沒辦法即時的管理及時的停止 至少不能再興建 這應該是大家的一個共識吧 那另外舊的要納管 要做很多的雖然要花錢 可是每次我們在看新聞 只要一個工廠大火 這些消防廢水排到附近的農田裡面 這一些造成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甚至有很多像塑膠 一些塑膠的堆滯廠 塑膠工廠 它一燒起來 那個臭味是可以傳很遠很遠的 我想在面對議員的質詢的時候 應該要再回到這一個最原始的設立的目的 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剛剛張議員其實他的關心 是在105年5月20號這個時間點本身的合理性 如果今天這個105年5月20號這個時間點 是經過共識討論出來 那當然很多人會對這個時間點會有心理準備 我本期只是覺得說 在面對議員質詢的時候 其實我是鼓勵 就是應該要把對於環境守護 對於我們怎麼把一塊乾淨的土地 去交給下一代這件事情 應該要去把它表達清楚 雖然你是金綠束不是環保局 可是這是當初工夫法 在設定的一些目標跟目的 跟議員報告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他有一個很多的面向 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謝謝 然後 資訊室麻煩我的投影片 來 資訊室 到定期會的提案 然後當初開記者會 總算縣府有回應 先成立交通管理科 那到 跳對了嗎 OK 好 到 上 20年 又再質詢 再問 然後到最近 然後看到5月 接下來5月 會成立這個交通處 那本期是樂觀其成 可是對於內部的 為什麼會一直想要去追這個 內部的執掌啊 跟一些相關的細節 就是希望他在一開始 就盡量做對做好 那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問題 那我先來問一下好了 光底下這些 這些這些 有些東西是從 我看到是從公務處 直接移轉過去 這比較簡單 那未來 大概這幾點 新設的耗製 是由哪個科副者 那耗製設置後 它的管理 又分軟體 耗製的調整 軟體 還有耗製的硬體維護 硬體維護 或許是工程科吧 那這些要由誰 來負責管理 再來 交控中心 到案匯報 甚至脫調廠 知道併到哪一邊 有沒有哪個單位 可以回覆一下 主席麻煩 是不是公務處 可以可以 稍微讓我知道一下狀況 請公務處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的關心 如同議員剛剛這個上面顯示的這些業務 未來就是我們交通處的一些核心的業務 那在這個底下我們會去做相關的分工 那目前 這樣啊我直接問好不好 交控中心好了 交控中心要怎麼辦 交控中心現在應該是在交通隊嘛 對 在警察局裡面 那會整個移走嗎 移到交通處的哪一邊 應該是這樣講 它的目前的設備還是會先放在警察局 那我們會有一個交通公務 那裡面的人員 我有看到在新聞報導上有說 這個約聘雇會過去交通隊 那可是那原本的正職的這個警察雇員 這部分呢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涉及到原兒跟執掌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人事處正在研擬 那人事處有來找我們討論過 那我們目前的編制的部分 是朝整個運輸規劃 我們不會從整個transportation的運輸規劃 去做一個大眾運輸跟公共運輸的整合 那另外剛剛議員提到了 包括未來的交通工程科 他就會去整合這些 號制交通中心等等相關的業務 那未來還有一個交通管理 他包括路邊停車管理 以及共享運聚以及未來的一些 交通管理在哪裡 不是交通規劃交通工程 公共運輸跟停車管理 這個是我們內部 我們人事處來討論 我們目前 我接觸到的執掌的部分 這個是底下的 所以剛剛議員提到 那個媒體記者講的部分 那個跟我們目前的討論有前線 沒有沒有 交通中心的約聘庫外移 道安匯報拖調廠外移 這是警察局長講的 這不是媒體自己寫的 這個會併到交通處裡面 這都會全部都併到交通處 這跟執掌的部分 這個我們人數是在你相關的法規 我為什麼把這個東西丟出 就是我真的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執掌 或一個很清楚的組織架構 我會很擔心 這個條例過了 然後到五月 結果一實施的時候一團亂 拖調廠 再拖調業務 警察必須 我記得是有警察算要水桶嗎 要不然他沒辦法做執法的動作 這個變成到底把這個處弄出來後 結果跟原本的工作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的權力的轉移 或是一些細部的規劃 那其實跟原本現在有什麼差別 跟議員包括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對不對 就是多一個處長 跟人事處還有警察局在討論的業務 好 我希望盡快完成這相關的討論 甚至在這一次會期結束前 給本席一個書面的資料 好 再下一頁 彰化線 光在彰化市接下來 會有好幾個建設案會有關聯 那這都是公共運輸的部分 包含大家在講捷運率線延伸 鐵路高架化 然後又這次送進來 入港 來 再一分鐘 把握時間 喂 還包括入港捷運 還有看到甚至有講張藍捷運 我看到光鐵路高架化 這是過去就已經討論過 400億的案子 其中有100億 100多一些是彰化要自仇 那我在財政小組的時候 就問財政處說 我們的財政規劃要怎麼做 那他就說 未來看中央會提高補助 那甚至提高舉債 這個我覺得這個有點回答的 不是讓我很滿意啊 這個不是一個很確實的做法 那甚至到這一次 一口氣噴不噹噹把它算起來 我們自仇 我用了那個自仇款 我分總經費自仇款 然後用出於估計的公企 我算一下一年 我們至少要多三十幾億的預算變列 請問一下這個部分要怎麼進行 來處長 來那電打開讓他回答完 跟議員報告 那個這些重大的交通建設 他都有一定的程序 那我們現在就在走這個程序 那在我們可第一點 在我們可行性的部分 我們會就整個工程預算規模 會有涉及到的預算都會先估列進去 那再來就是這些的案子裡面 到最後綜合規劃經過 以及都市化經過之後 主席我是最後一位嗎 可不可以要求財政單位來回答 還有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請財政單位來回答 因為剛剛說 我們會來做估算 然後把它編列進去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一年預算 就大概四五百億而已 這個幾乎就佔了十分之一 後續是不是請相關單位去跟你解釋 好啊 要不然這一分鐘也沒有辦法回答 只有書面的資料好了好不好 書面的資料